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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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他想得神通管大 你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了他 因此我们就想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这么神通管大 这么难长 这么变化多端的 我如果采取跟他敌对的话 那我一辈子通口 因为我搞不过他 我不如怎么样抱着龙 跟他合为一体 然后借力实力 随着他分管 反而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 我想这是我们第一种想法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对龙很羡慕 说你看 你地上也能活 空中也能飞 当中你也可以安顿你自己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 他能够像龙一样的神通管大 随时应变 无所不通 我们都知道 人生要面临很多很多的 困苦艰难阻碍 那如果我们像龙一样 那该有多好 因此呢 我们就会把钱挂 这个具有充分创造力的 一个能量 用挂来加以魔女 钱挂的大象 叫做天行健 君子以至强不息 天 你看天空 它最主要什么 就是云行雨失 它有云有雨才叫天空 如果天上有物资 它通论掉下来 它没有 它空手有时候叫天空 但是它有云 它有雨 云雨要动 云雨不动的话 那这个天气凝固在哪里 那是很闷的 那草木也很难长大 所以云要行 雨要湿 所以叫做行 就是天如果不运行的话 那空气不流通 就糟糕了 见呢 见不是说刚而已 而且要持久才叫见 你很刚 一下折断了 很行 一下变不行了 持久的运行才叫做天行键 我们看到太阳持久的不停的起来下去 起来下去 空气不停的流动 有时候有云 有时候有雾 有时候下雨 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就觉悟到 我做一个君子 我应该向天学习 学习什么 自强不息 天在中国人的心中 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 一经中的前卦 正是寓意着 宇宙自然万物 同流于天 体现天的意志 那么在前卦的六条阳阳 究竟都预计着怎样的含义呢 自下而上 前卦的初阳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一个卦 它有六条连续不断的直线 通通是基数 通通是阳阳 我们就可以想象到 处于这么一个状况 我们应该一步一步 怎么样子去走出 我们自己的路来 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 一方面是 做人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可以说是 做事的基本原则 我想做一个人 不外乎做人 做事呢 你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前卦 从做事的立场来看前卦 你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前卦 真正找出它的重点 一共只有六个字 从底下开始 初九是潜荣 九二是现荣 一经里面这个剑 看见的剑 有很多地方是读线 因为它本来就是线的意思 九三 它是剃龙 九四 九五是已经跳上去飞在空中的飞龙 到了上九 你就要小心了 那是高看到极点的抗龙 因为物极必烦 所以当一个人 你一路爬爬爬爬爬 爬到最高点的时候 后面是怎么样 我想各位心里已经很明白了 当一个物体 往上抛 抛到抛物线的顶点 后面一定是快速的往下坠 所以抗龙游回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 那初遥是什么 初遥叫潜龙 这个潜字 就是我们所讲的 初遥知 因为它刚刚冒出来 你搞不清楚 所以初遥知有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 刚刚冒出来 到底将来会怎么样 谁也料不到 第二个 这个刚刚冒出来的人也好 刚刚冒出来的事情也好 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他将来会怎么样 没有把握 第三个 整个的环境 对他合适不合适 暂时还不知道 所以叫做潜 潜龙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潜在的能量 说这个人很有潜力 有潜力 那你要读读《易经》 潜龙 他的谣词 叫做潜龙 勿用 那很多人一看潜龙 勿用就火大了 那有能力也不用 那有能力有什么用 这个勿用 自古以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被中国人所尊崇 中国人 中国人也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 在被尊为群精之首诸子百家之源的易经中 首卦便是以龙为代表的潜卦 潜卦以六条羊瑶为卦象 表示宇宙的广阔和层出不穷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呢 而易经首卦的六条羊瑶之龙又安排了怎样的人生道理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七集 潜卦六龙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把自己叫做龙的传人 特别是当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交流的多了以后 我们更是充满了疑惑 因为欧美他们对龙的观感是不好的 多半认为龙是很邪恶的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会特别喜欢龙呢 我们任何地方他都要把龙的形象把它显示出来 甚至于把自己的子女都当作龙子龙女来看待 这什么暴力 因为我们知道龙它最起码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它变化多端 它是最会变化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任何一种动物没有它那么多变化 第二个它很难缠 你掌握不住它 第三个它想得神通管大 你什么样的困难都拦不了它 因此我们就想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这么神通管大 这么难长 这么变化多端的 我如果采取跟他敌对的话 那我一辈子通合 因为我搞不过他 我不如怎么样 抱着龙 跟他合为一体 然后借力实力 随着他分管 反而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 我想这是我们第一种想法 第二种就是我们对龙很羡慕 说你看你地上也能活 空中也能飞 当中你也可以安顿你自己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他能够像龙一样的神通管大 随时应变 无所不通 我们都知道 人生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困苦艰难阻碍 那如果我们像龙一样 那该有多好 因此呢 我们就会把钱挂 这个具有充分创造力的一个能量 用挂来加以魔女 钱挂的大象 叫做天行健 君子以至强不息 天 你看天空 它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云行雨失 它有云有雨才叫天空 如果天上有物资 它都能掉下来 它没有 它空无所谓的时候叫天空 但是它有云 它有雨 云雨要动 云雨不动的话 那这个天气凝固在哪里 那是很闷的 那草木也很难长大 所以云要行 雨要湿 所以叫做行 就是天如果不运行的话 那空气不流通 就糟糕了 健呢 健不是说刚而已 而且要持久才叫健 你很刚 一下折断了 很行 一下便不行了 持久的运行 才叫做天行健 我们看到太阳持久的 不停的 起来下去 起来下去 空气不停的流动 有时候有云 有时候有雾 有时候下雨 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就觉悟到 我做一个俊子 我应该向天学习 学习什么 自强不息 天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 一经中的前卦正是寓意着宇宙自然万物同流于天 体现天的意志 那么在前卦的六条阳阳究竟都寓意着怎样的含义呢 自下而上 前卦的初遥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一个卦 它有六条连续不断的直线 通通通是基数 通通通是羊疗 我们就可以想象到 处于这种一个状况 我们应该一步一步怎么样子去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来 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 一方面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可以说是做事的基本原则 我想做一个人不外乎做人做事 你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前卦 从做事的立场来看前卦 你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前卦真正找出它的重点 一共只有六个字 从底下开始 初九是潜龙 九二是陷龙 《易经》里面这个见 看见的见 有很多地方是读线 因为它本来就是线的意思 九三它是剃龙 九四是跳跃的药龙 九五是已经跳上去飞在空中的飞龙 到了上九 你就要小心了 那是高看到极点的抗龙 因为物极必反 所以当一个人 你一路爬爬爬爬爬 爬到最高点的时候 后面是怎么样 我想各位心里已经很明白了 当一个物体往上抛 抛到抛物线的顶点 后面一定是快速的往下坠 所以抗龙游回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 那初遥是什么 初遥叫浅龙 这个浅字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初男之 因为它刚刚冒出来 你搞不清楚 所以初男之有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刚刚冒出来 到底将来会怎么样 谁也料不到 第二个 这个刚刚冒出来的人也好 刚刚冒出来的事情也好 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他将来会怎么样 没有把握 第三个 整个的环境 对他合适不合适 暂时还不知道 所以叫做浅 浅龙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浅在的能量 说这个人很有浅力 有浅力 那你要读读《易经》 浅龙 他的谣词 叫做浅龙物用 那很多人一看浅龙物用就活大了 那有能力也不用 那有能力也有什么用 这个勿用不是不用 勿用怎么是不用 勿用就是要用 那你说要用就好了 干嘛说勿用呢 就是不能用 你看中国人不用 不能用 要用 不要用 他这当中有很细腻的差别 钱挂的第一咬为乾隆 而乾隆的咬词是乾隆勿用 从字面上看 勿用就是不要用 但这却是错误的理解 那么乾隆勿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又如何巧妙地做到 乾隆勿用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成龙 要先问问自己 我够不够资格当作龙的传人 第二个呢 我既然要做龙的传人 我就要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 让我有资格变成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易经》里面填挂一开始就是圆恨力争 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你要是龙 你要具备四种美德 那我有了圆恨力争 这么好的美德 你还叫我无用 这不很奇怪吗 太简单了 你刚到一个地方 你就开始发表很多意见 人家在地人一听就知道 你是刚来的 你对我们本地是完全不了解 那你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 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 一定要平心进去 多多了解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入境问数 你搞清楚了 你有什么意见再说吧 你看孔子 他是理的专家 他最懂的理 周理 他是最发力气 而且最有心得 他有最有权威 今天叫做代表心 来讲周理 可是直入太庙 美是问 孔子进入太庙 看来很多理器 一直问 这个是做什么的吗 这做什么的吗 你说这不是孝子人 就是义经八八六四四卦的第一卦 前卦 第一窑 天下第一窑 潜龙 不用 孔子问这个是做什么的 不是他不懂 不是他不会去请教人家 绝对不是 他是想知道说你们这些人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跟你们配合到什么地步 而且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总要了解一下 因为很多事情 他会随着时间的流动 而做出一些调整 甚至这个理器暂时没有了 用那个来代表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到时候出阳相是谁 是我 入境问数 就是潜龙无用 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是没有资格讲潜龙无用 那个根本不算潜龙 也不能用 潜龙就是我有潜在的能力 潜龙无用 对中国人发挥了很深的影响 但是后来读书人只会读文字 潜龙无用 潜龙不要用 哪有这回事 中文说勿用 用现代话来讲 千万记住 站在不用不用的立场来用 而不是不用 那不用就是废物 站在不要用不要用的立场来用 潜龙无用 有话暂时不讲 听听人家讲 如果我一讲出来 人家马上讲 你这个我们二十年前就谈过了啦 根本行不通啦 你刚来的人你懂什么 你在这放置 那糟糕了 你一来就讲 然后别人讲的都比你更高明 那你自己无地可容嘛 但是你老误用误用 你老钱在里面 你要不要现 我你要不要表现出来 答案是很简单的 应该表现的时候 我才会表现 如果不应该表现的时候 我还是会发现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做到 潜龙无用 将自我的才华 在最恰当的时机展现出来 那么依照潜挂 我们就上升到了第二遥 现龙的境界 该如何将潜龙无用 运用到极致 达到现龙的时候 又该如何理解当前的处境呢 潜龙无用 在历史上最成功的人 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 他自己就叫卧龙 我是龙 但是我卧在这里 我不急 你们来求我 我要衡量衡量 琢磨琢磨 要叫我去求人 我不干 他就那么高姿态 他是最了不起的 潜龙无用 他潜了多少年 整整潜了27年 人家说曹操很好 你去偷曹操 我不去 孙权不做 你去 我不去 他在等谁 他在等刘备 因为刘备三顾茅庐 就是他潜出来的 三顾茅庐 诸葛亮给他未来整个的展望 告诉他天下的事情 就是这样这样下去 听了刘备简直是探位观子 然后就请他 你无论如何 要下伤 帮我的忙 祖葛亮还是没有答应 因为这是最后一关考验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你另行高明 他就看看你 刘备怎么讲 如果刘备说 那你不下伤 我怎么办呢 那孔明绝对不会下伤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是你的事 我因为欠你的 刘备也了不起 他跪下来说 你不下伤 天下的苍生怎么办 我刘备无所谓啊 我刘备不成就不成啊 我有这个志气 不成就不成 天下的老百姓可怜 可明是冲了这句话 才答应的 不是说你来看我三次 我就下来的 没有那回事 所以姚慈写得很清楚 献荣在田 历见大人 你看一出来就是个大人的样子 不是说发现发现啊 我干下来啊 让我磨练过几年 那人家请你干什么 一个人不表现这一 一表现你就要心理上准备 四方八边的打击度来的 你表现得不好老乡没有人打击你 打击你干什么 你又表现得好 所有人都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你抢了他的棺材 因为未来机会都你垄断掉了 老板的心都被你抓去了 那我们算什么呢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 当然一个人表现得越好 你就要知道 你已经进入第三个位阶的 叫做剃动 高度警惕 防不胜防 在周一之中 潜挂第三摇的姚词尾 君子终日前前 息涕入力 无救 他的中心意思可归纳为四个字 忧患意识 那么当我们达到 潜挂第三摇 替以龙的境界时 我们该如何做人行事 从诸葛亮的身上 我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启发呢 你看诸葛亮一打赢以后 曹操就把他当作主要的对象 以前他只知道刘备很可怕 现在知道诸葛亮又来了 又增加一个可怕的人 然后大家就开始研究他 就让他站在亮处 一个人站在亮处 你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人最怕就是 敌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敌人在哪里你知道 你还不用怕 反正我跟你面对面 我知道怎么防备你 你这状况我也很清楚 敌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有人跟我讲 我才不用警惕的 做人轻松一点 那么警惕干什么 你看像我就用不着 我是不好意思讲 这种人叫什么 叫做没有人把他当对手 我想我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做到没有人把他当对手 这个人还有什么价值 根本就没有价值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小气啊 见不得人家好啊 稍微好就嫉妒啊 就打击人家 我说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锻炼又锻炼 提升再提升 一点都不敢放松自己 否则的话 你到了九二以后 你就开始放纵了 你看我这么闲 你看我怎么样了不起 那就完了嘛 那一个人提前就报废了 人没有名 人没有赚到钱 你自我报废的机会比较小 人有名 人有钱 人有事 你就知道 你快要自我爆破了 太多了 所以义经告诉我们 当你有名有事有利 当你表现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要告诉自己 你已经进入替龙了 所以第三谣啊 把那个龙都去掉了 都去掉 这不是龙了啦 那是龙 你已经高度危险了 你再龙也没用嘛 白天也警惕 晚上也警惕 好像随时会发生灾难一样的 这是中华文化里面最了不起的 叫做忧犯意识 忧犯意识不是说 怕东怕西啊 畏首畏尾不是 而是说 我有今天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我不要自己毁掉 我们把它叫做爱惜乙毛 你要爱惜自己的乙毛 你什么毛都没有 那你爱惜什么 好不容易长出来一些乙毛 好不容易有一些名声 你要好好爱惜 不要毁一旦 一个人警惕警惕的目的 就是希望再上一层楼 我没有鼓励大家都要再上一层楼 因为义经的钱挂它分成下钱跟上钱 它分成两部分 你如果自得其乐 其实你就把下钱做好 你信啊你的 有没有必要再上一层楼 你要好好自己去斟酌斟酌 如果要 那你就准备好 你这一次的跳跃 跟当初的浅龙献出来 那是不太一样的 我浅龙 浅到我对环境很熟悉 我浅到人家也了解我了 我浅到我有把握可以表现的时候 我就献龙再田 其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当你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看我们中国人建了很多塔 他就告诉你 越高层是越孤单 高处是不胜寒 越底下空间越大 越晚上空间 越小想 你要不要往那边去挤 你自己好好想 要的话 你就要准备 接受更严格的考验 所以那叫做要 跳要的要 在人生之中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 钱挂所说的六摇境界 当人生达到钱挂 第四摇所说的高度 人生的风险也就加大 第四摇的摇词为 过月在冤 不救 于是这或者飞升 或者低落谷底 如果能够越过此境界 人生就可以到达 钱挂的第五摇 飞龙在天 立件大人 那么钱挂的四摇和五摇 所说的人生高度 究竟是怎样的处境呢 已经对此 又有了怎样的提醒和启示呢 你这一要 飞龙在天 但是相反的你 要不上 就掉入深淹 掉入深淹 可能一直掉到出窑都不一定 因为有人就是为了争取 争取被吓的时候 一下被打落下去了 整个都没有 我没有阻止任何人 尤其是每个人自欺 但是我不会鼓励任何人 因为这是高度的危险 很多人是盲目的 往上升迁 认为这是关荣 那是他的事情 他是不了解真相的 一个人 要不要往上走 最好自己决定 不要由人家摆布 人家要拱你 拱你的人 他是什么心态 多半是为他自己好 他把你抬起来 你坐在轿子上 他替你抬轿子 你就听他摆布 你愿意 那没有话讲 你不知道 那就糟糕了 你以为你坐轿子 可以为所欲为 没有人会是 他把你抬到哪里 你都不知道 所以 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 你可以立定志向 我最起码要当他主管 这个我不反对 当你当了主管以后 你说我五年之内 我要当他总经理 我就劝你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因为一个公司 总经理毕竟只有一个 可能有七八个副总 最后 说不定七八个都没有一个身上 总经理的 没有 药 它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接受那 可能 的结果 上去固然好 下来怎么办 你说下来我也心甘情愿 你当一个领导 你下面有很多人 到底是他们在捧你 可以为首预备 哪一天从轿子里面掉下来 哪一天飞了半天 掉下来 没有人同情你 同情也没有用 因为救不了 爬得越高 甩得越重 这是事实 这是物理现象 所以一个人到了飞龙 你千万记住 事可而止 度量要大 不要再把自己拱到像秦始皇一样的高亢 高亢的意思 用今天话来讲 就叫做脱离群众 当你一脱离群众以后 你就像那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你看风筝拉拉拉 搞得很高 你还要有那条线 你才收得回来 线断了 高而无畏 实习到群众基础 你再说话试试看 可能就没有了理 那时候就非常麻烦 义经作为仙人智慧的结经 与其说是可以分析未来的先知之学 不如说是警醒和启示人们 做人行事的睿智尽囊 那么通过义经的牵挂 我们应怀有怎样的心态处事 增进自己的修为呢 我想这整个的发展 你在社会上随时可以看得到 做事情 刚开始 要了解现况 那就浅荣乌用 浅荣乌用不是叫你不要做事 而是叫你不要的一味的求表现 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 先安静下来 了解了解当地的状况 了解了解领导的个性 然后再熟悉一下环境 跟其他人打打交道 一句话讲完了 等到大家都支持你 你就放心地表现 如果你没有保卧大家会支持你 你最好不要表现 你不要表现 你不会出丑 你一表现 稳定出丑 你去看所有人 都是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来的 只是他一直骂别人 小气 嫉妒 见不得人家好 他不知道自己检讨 中国人不讲能力不能力 西方人是专门讲能力 因为西方人你只要有能力 你就可以表现 别人错是别人不对 那是西方社会 中国人不讲能力 不是不重视能力 而是他讲一种 比能力还深一层的东西 叫做本事 什么叫本事 就是你有能力 还要加上 你表现的 让人家很欢迎你 很接受你 对你口服心服 你才叫有本事 我们这样子的态度来了解预警 你把所有六四四挂的 道理都通了 你还用占卜吗 你还要知道你自己是哪一挂 你一想就知道在哪一挂哪一摇 这才是真正益经的功能 我们为了使大家对钱挂 有更深的了解 我们为了去体会 为什么孔子特别替钱挂写的文言 写了那么多字来解释 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来讲 六龙一天 就这个六龙的变化 他就把整个天体能够统一下来 这个多了不起 谢谢大家 已经六十四挂中 首挂前挂有六个羊瑶 就好似六条龙 这六瑶就代表着人生发展的六个阶段 那么我们自己处于其中的哪个阶段呢 现阶段的自己是知足安密 还是激流勇进的 一番拼搏之后 最终又该如何铺成神腿 请继续关注第八集 六龙一天 自古以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被中国人所尊崇 中国人也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 在被尊为群经之首 诸子百家之缘的义经中 首挂便是以龙为代表的前挂 前挂以六条羊瑶为挂象 表示宇宙的广阔和层出不穷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 为什么要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呢 而疫情首挂的六条羊瑶之龙 又安排了怎样的人生道理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意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七集 前挂六龙 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把自己叫作龙 特别是当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交流得多了以后 我们更是充满了疑惑 因为欧美他们对龙的观感是不好的 多半认为龙是很邪恶的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会特别喜欢龙呢 我们任何地方他都要把龙的形象把它显示出来 甚至于把自己的侄女都当作龙子龙女来看待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龙 它最起码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 它变化多端 它是最会变化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任何一种动物 没有它那么多变化 第二个 它很难缠 你掌握不住它 第三个 它想着神通广大 你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了它 因此 我们就想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这么神通广大 这么难长 这么变化多端的 我如果采取跟他敌对的话 那我一辈子通合 因为我搞不过他 我不如怎么样 抱着龙 跟他合为一体 然后借力实力 随着他分管 反而比较方便 也比较安全 我想这是我们第一种想法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对龙很羡慕 说你看 你地上也能活 空中也能飞 当中你也可以安顿你自己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 他能够像龙一样的神通广大 随时应变 无所不通 我们都知道 人生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困苦 艰难阻碍 那如果我们像龙一样 那该有多好 因此呢 我们就会把钱挂 这个具有充分创造力的 一个能量 用挂来加以魔女 钱挂的大象 叫做天行健 君子以至强不息 天 你看天空 他最主要什么 就是云行雨失 他有云有雨才叫天空 如果天上有物质 他都能掉下来 他没有 他空手有时候叫天空 但是他有云 他有雨 云雨要动 云雨不动的话 那这个天气凝固在哪里 那是很闷的 那草木也很难长大 所以云要行 雨要失